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各位伙伴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三 本周截止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 是整体的策略走得非常的稳 那昨天的话呢 我们也是两连胜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在早盘当中我也重点跟大家提到了 欧元是干嘛 是做它的一个通道抄底的一个多 包括我们的一个帮家走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打点的利润 也是完美的走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呢 欧元如果说还有留底仓的朋友的话呢 还是可以继续去拿的 找合适的位置 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说昨天的那个欧元 你还没有进场的话呢 现在当下的思路 还是干嘛逢低多 朋友们逢低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重点机会 今天的重点的话呢 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黄金 以及我们原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 黄金从昨天的这个日K上来讲的话呢 昨天是收了一个什么 收了一根大阳线 并且形成了一个什么 上涨吞没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小级别当中一小时 一小时这样的一个通道也破位了 向上去破位了 所以说今天重点关注的是什么位置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一个布林带的这样的一个碰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中轨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价格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价格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顺势去做多 差不多也就是在11到09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都是我们去布局多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当下的话呢 这一笔破位之后 回踩肯定是去做它的一个多 朋友们 去做它这一个的什么 破位之后的一个三段式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一个黄金是非常重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如果说我们本周 本周的话呢 接下来的几天你就好好的去盯着我们的一个黄金去操作 也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参与太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你把黄金做好了 那你本周的一个周收益肯定是不错的 还是去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油 原油的话呢 我们当下重点关注的是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压力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 这个位置是我们今天打点的一个节奏 只要到了下午 它的价格能爬上来 能给到我们的一个什么水平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空是一个很nice的一个打点的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只要价格能爬上来 那这个空是很nice的一个空 朋友们 所以当下的这个多的话呢 它毕竟当下顺 这一笔还是属于是一个什么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多的话呢 还是属于逆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点 所以说如果说能上来 那这个空是一个很好的空 我们重点关注这个空点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棒系的交叉盘 棒系交叉盘的话呢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30分钟 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很清楚 它就是一个什么单边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现在当下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减速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当下的话呢 我们重点关注是减速通道的这个多点 这个位置只要给到了 我们也可以把仓位去放大一点 一层仓去操作 问题不大 也是一个什么顺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只要价格 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能给到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进场 左侧进场也是可以的 左侧进场也是可以的 顺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利润 也是非常可观的 好了 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 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 将会享受更多的策略 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 那在早盘的最后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